昨天警方证实苏外海浮尸就是八八水灾罹难者 就在这两天包含了北海岸还有东北角以及新竹外海 又陆续的发现了五男三女的浮尸 目前检警不排除这些死者可能是来自于南投或者是高雄的水灾罹难者 沿着这溪流被冲到出海口 然后再顺着黑潮之流漂流到200到400公里到北部以及东北部的海域 海水主人员和检方相约板桥病院商业淡水外海发现的浮尸 经过法医初步研判死者是女性年纪约40岁 穿黑色上衣红色短裤没有生育过 不排除是八八水灾的罹难者 可能是大约8月8号落水的 所以可能所以我们可能认为可能是疑似南部的灾民 经由洋流方式漂流到我们淡水的外海 在22号警方就证实苏澳外海浮尸就是南投灾民叶信成 专家指出叶信成遗体可能是从浊水溪顺着黑潮之流 漂了将近400公里到苏澳外海 而目前包含北海岸东北角以及新竹外海和淡水 总共发现五男三女的浮尸 其中有两具浮尸 疑似是在南投落水的张秀美以及谢耀奇 至于其他六具浮尸也有可能是从南投或者是高雄顺着黑潮支流北上 这些死者由于泡水超过10天以上 遗体早已腐烂难以辨识身份 所以还要采集DNA和罹难者家属比对以后 才能确定他们究竟是不是八八水灾的罹难者 中天新闻肖志光陈乃杰台北报道 全新闻肖志光陈乃杰克